两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童 站在路口前不停徘徊 左看右看身边竟没有家人陪同 让路过民众看了实在好担心 赶紧报警 热心女子一一讲述经过 就怕两名男童会招人绑架 甚至还等到男童家人出现才离开 幽童走失就发生在新竹市东区 日前一名五岁哥哥带着四岁弟弟 要去超商买零食 没想到趁着家中大人不注意 投溜出家门 两兄弟不敢过马路 加上身上没带钱才待在原地 由于巷弄复杂找不到回家的路 还好有热心民众报警 通知家人才没酿成汉事 无毒游偶 同一天东区中华路上 也有一名84岁的老妇人走失 因为思念过世的丈夫 趁着儿女午休时间离开家中 凭记忆前往旧地 路途中有热心民众上前关心 发现老妇人疑似失智走失 没办法清楚回答 赶紧报警请求协助 透过电脑系统多方抵兑 发现她的柱子是在离报案地点 三公里远的树影头地区 于是我们致电给家宿 镜头来到新竹县竹北 也发现一名82岁的老妇人没有撑闪 淋雨坐在路边 疑似身体不舒服 跌坐路边 还好当下有远警经过发现 联系家属带回 请了解 英天云路华该妇行进入口时 不是很跌倒 且家长过程中 发现该妇有轻微失智状态 便主动联系家属到场 协助妇人平安返家 接连两起老人失智走失 还好最后都顺利联系上家人 警方呼吁民众 若家中长辈有失智或记忆力退化的情形 可以向社会局申请安心手链 帮助长辈外出能平安返家 迷失新闻黄兆康新竹报道